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德国PMI指数将在7点55分发布 整个欧元区该指数将在上午8点钟发布 初步估计表明欧元区该指数从7月份的54.2下降 德国和法国的差距正在缩小 英国8月份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将在上午8点30分发布 7月份该指数意外走高 飙升至8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7月份欧元区零售销售指数将在9点钟发布 6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上升符合预期 接下来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下午2点钟 将要发布的是7月份美国工厂订单量 6月份增幅大于预期 取消了5月份0.6%的跌幅 在同一时间将要发布备受加元美元交易者官布的 加拿大央行其货币政策声明 预期其货币政策不会有任何改变 美联储贺皮书将在下午6点钟发布 之前的报告指出12个联邦地区的储备量正在扩张 最后在凌晨1点30分将要发布两则 澳大利亚7月份的经济新闻 其中包括贸易收支 6月份贸易赤字收窄保持不变 进口量下降 6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快预期 食品家具用品餐饮业处于领先地位 这就是9月3日的经济日历 明天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明天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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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天见